十年前,中国是美国军工的主要供应商 现在更胜从前 美军为何刻意回避这一点 按照美国国航部的计划 从十年前就决心要以中国的供应链脱钩 也就是从2012年起 美国开始炒作美军武器生产中 有一百万件假冒的零部件 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那么现在情况又如何呢 美国商业数据分析公司的格维尼 受五角大楼的委托 在近期完成了一份统计报告 该报告用一种计分卡的方式 跟踪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12项技术 其中包括五角大楼供应链不可或缺的技术 数据显示近年来 美国在削弱对中国的国防供应链的依赖方面 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虽然美国政府被禁止以众多的中国公司直接签计合同 但12项关键技术的军事承包商 仍然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 最根本的原因是 中国供应链在世界市场上的不可替代性 中国公司拥有数量最多的微电子领域的供应商 其中八家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或列入违禁名单 包括美国国航部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 现在还拥有922家中国的一级人工智能领域的供应商 和552家二级人工智能领域的供应商 这里所说的人工智能类别涵盖多个子领域 包括数据集成 自主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等等 美国对中国的光学供应商的依赖也在加深 45家中国一级供应商为美国国航部提供了光学瞄准和测距设备 美国国航部甚至与中电科这样的中国军工企业有合作 这让美国智库感到不可思议 格维尼计分卡报告认为 美国国防机构明明能够更好地描述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但是美军似乎并不愿意对此采取任何行动 去年秋天 F35所用的磁铁原材料来自中国的消息就被曝光 导致无价大楼暂时终止了该战斗机的交易 同时找到了另外一家材料供应商 结果今年F35继续因为供应链的问题而被国防部拒收 深层次的原因不排除以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关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国航部明明知道在国防军工领域对中国的供应链有严重的依赖 为什么不愿意采取行动呢 其实美国人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首先真要按照政治正确的方式来选择供应链的话 那么美军很多武器的生产和交互计划将会被严重干扰 F35的例子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美国军方不想让媒体炒作这样的事 也就是避免让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件事公开 从而破坏了美军的现代化进展 其次排除中国供应链 不可避免的会导致美军武器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而且可靠性还不一定能够提升 在武器生产过程中 利用全球的供应链提供相应的零备件 至于直接的结果就是能够降低成本 美国虽然军费规模世界第一 但是如果在任何武器生产过程中都自建供应链 不但会导致武器生产会出现供应链的危机 还会贵到根本用不起 比如美国的高超音机导弹 一枚就需要六千万美元 你是打导弹呢 还是发射战斗机呢 美国海军的一艘普通的伯克三驱逐舰就需要25亿美元 比中国的055万吨大驱还要贵上三到四倍 所以排除中国供应链的口号虽然可以喊 但是事不能做绝 因为其结果很残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美军在生产武器的很多关键领域根本就离不开中国 比如稀土材料 稀有金属和含能材料等等 美国人从中国进口炸药已经几十年了 自己根本就没有炸药产能 所以现在他们援助乌克兰炮弹已经很难大规模生产了 如果不从中国进口相关的产品 那么其导弹就会因为缺少推进剂和战斗部 炮弹也会因为缺少火药而无法生产 如果改换门庭 从其他国家进口 可能数量和质量都跟不上 而且价格还贵得离谱 总体而言 美国国航部虽然叫嚷着要和中国的供应链脱钩 其实我们非常欢迎美国活得有点骨气 问题是美国真这么干了 几乎就等于在自废武功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美军离开中国供应链就没法打仗了 而是他们离开中国的供应链 那么就没有办法支持其长期作战 所以美国智库炒作这样的调查报告 并不会得到五角大楼的重视 美国军方依然会选择看不见 这个问题很残酷 但也很现实